我觉得这个暑假 Bob哥跟我那么到了BMW 总共进行了十多场的 电动车的讲座 对不对 就有了一次面对面 交友的机会 那同时呢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田野调查 因为你可以观察 包括了BMW 目前的油车的车主 然后或者是想进入电动车 已经是电动车车主等等 他们回馈回来的 某些的使用经验 或者是疑问 Bob哥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难得的经验 因为我们大概把 全台湾所有的BMW 各地方的展示中心 其实大家都跑遍了 那大概除了东部之外 那我跟中仪去参加 这个BMWi的这个讲座 其实我觉得除了是 我们作为一个早期的 BMWi的电动车车主 去分享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讲 就是说台湾的电动车的发展 我认为已经到了 开始进入一个起飞期 那早期当然是以特斯拉为主 那我自己当然个人认为 BMW电动车 它在整个电气化的这个 不管是电池 马达 或者是overall 整个驾驶的体验上面来讲 它都有足够的竞争力 即便是面对现在电动车 量最大的Tesla 那从数字上面 你可以看到 大概现在Tesla 从过去可能 8-90%的占有率 现在看起来 Tesla大概会慢慢降到五成以下 那除了Tesla之外 当然最高的就是BMW 那当然我们亲身去体验出 BMW电动车的竞争力 那我相信很多消费者 他可能会抱着 有一点点疑惑 他对于电动车 他可能原来是BMW的 油车的车主 他对于现在BMW 所推出的电动车 他又有很高的评价 那我觉得BMW电动车 其实在市场上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就是因为BMW这个品牌 他特别强调驾驶的乐趣 所以对于喜欢开车的人来讲 他对于一台车 可能电能的行驶的驱动 只是车子产品力的一部分 他想要全面性的 可能开起来很过瘾 再开起来 或者是舒适度要很高 这些可能传统对于BMW的车主 他觉得这个是西中平常的部分 他想要全去保留下来 比如说如果是女生 在开三路的时候 会觉得手忙脚乱 那如果你用现在BMW独有的B档 因为虽然电动车都有动能回收 但是BMW却把它调成一个专门的档位 叫B档 也不是说动能回收 让你调什么极端极端 但BMW就很有自信的告诉你说 你就用B档 然后这个B档用一个单踏板 其实大部分可以解决你 90%在市区上行驶 然后你在弯道上面 山路上面开的时候 会得心一手很多 你基本上就是除非你要那种 剑弯杀弯要杀得很急的 你大概台湾的所有的山路上面 所有要应付的这种入弯减速跟出弯加速 都可以靠一个踏板就达成 是 那我们也跟已经早期 在现场其实有一些人 他可能报名说他还不是车主 但是后来可能他来参加的时候 他已经变车主 我们现场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 发现了他们对电动车的 BMW电动车的评价 其实满意度都非常高 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就是 除了电动车之外 那有些急剧他还没有电动车的选项 我们就来看 那很多的朋友会想 那我可能现阶段还留在油车的世界里 刚刚看过了X-Bike 现在我们来看 感觉更跑格 就是X6它其实就这一次刚好 它在动力上的不同区分 如果你是更想要追求大马力 那你应该就有机会 入手X6的60 对不对 60i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外观上一样有M Sport的套件 然后它又有M款的性能G1 再加上你看今天来的这个颜色 很亮眼 外形很流线 你觉得它跟X5看起来是不是真的 还是差异性蛮大 实际上在销售点 经过范德跟我们聊 其实目前XQ的销售比较好 我觉得有一点是它的运动感 跟现在流行 那这个相对这个始祖型的X5 它其实比较保守 比较家庭 那你现在想在 我比花费的时候买一个运动型的 先被又是SUV当红 似乎这样子的设定 大鞋背的SUV成为一个主流的流行 刨驴 刨驴感 没错 那今天这一个主角呢 其实是很难得 因为还是用这个4.4V8的 虽然有48伏的动力 大排量 大排量 在今日其实是比较难得的 那当然车架稍微高一点 但它带来的动力 530匹 我们可以顺便先看一下 这个车头的部分 因为它是这个M Sport的这个规格 所以车头的双肋型 有点黑色钢琴烤漆 加上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度消光的 有点泰色的这个水箱罩 变成车头的一个标示 还有在这个前面 有双色 有塑胶色 跟这个亮色烤漆 做成前下巴 前抱感下部的这一个 我们讲运动型的风格 所以在车头很容易辨识 再来是特别 这个M Badge也存在 是 那我们当然容易 要看一下这个4.4V8 打开一下你的眼盖 好的 八缸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就是 在油车的世界里 我发现有很多人 他依旧想要享受那种 更纯粹的 例如说 他的排气 他的声浪就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就会让你 就想说另外一种快感 当然电动车 那是一个激进的世界 很快速没错 但好多朋友 他依旧是 想要有那种声音的刺激 是的 我们最近在策略上 大家都觉得说 可能把目光都放在电车 但事实上在欧洲的一些 我们讲这个政治议题 像电动车其实有一点政治议题 他有些车厂也不太专注说 只有在电车 他希望油电并进 他又有PHEV 他又有油电 他又有纯油 他又有纯电的 各种的产品都可以供给给消费者 那我觉得4.4V8 这个就是还喜欢燃油的风格 这点也是BNW的核心科技 这种核心的技术 双涡轮的设计 都可以让这个操控 在所谓的SAV的BNW本格上 可以得到满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别的牌子也不太容易做到的方向 所以这个BNW 他让它保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V8已经到现在 还是继续在销售 然后刚刚讲到530匹的动力 你一直觉得 这就是你觉得 一直很想要拥有的 那种很澎湃的感觉 那看不到的部分 其实跑车化的电子悬吊 它在你的各个模式之下 来帮你做调整 它也会让整个车身 维持一种快且平衡 稳定的状态 然后让你的操控感 可以更好 还有我们看到了 这一台X6的部分 那你看到 它有它专属的 很多的套件 例如它就标配了 这种红色卡钳 视觉张力是不是更够 对 前面是22寸的轮型 前后到22寸 但是也是前后配 前面应该是275 3522 也是大的这个轮胎 那它的这个 原厂的这个 我讲这种两幅 然后都有切削跟烤漆 也使得这个张力 非常的足够 运动感十足 然后再加上后视镜 对 这个是乐型的 这样的Empower的后视镜 也很独具一格 那当然车侧有这个M60i 0到100是4.3秒 5秒内 很令人佩服的性能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驾驶座 好 一样满满的科技配备 那刚刚我们在 X5上面所看到的 包括了前面的曲面的荧幕 然后一样也是12.3寸 14.9寸 然后机能各方面 它都是最新世代 也就是你会感觉到 哎呦我今天买的这台 改款之后的车 我拥有的就是最新的BMW 是 但在内部的细节 它比如说它有这个碳纤维的试板 前驾驶前座 还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M型的这个跑车的这个皮椅 再来就是它的安全带上面 它也有这个我们讲安全带的这边 它有这个三色的标记 那座椅也有缝线中也有这个三色的边 是 方向盘的部分 也是有M Power的缝线 所以其实在内装的个人化 或者是这个M Sports的这个感觉非常强烈 我觉得这也是M60车型的一个诉求 是 因为既然我都有这么大的动力了 是不是 我要让你觉得我的M款内装 对 还能满足你 再来来到车子的后半段 那就是它在线条上最吸引人的地方 对 这个我们讲 就是因为这个家庭使用 这个车身其实还是很大 因为跟X5也差不到多少 它一样车宽有两米 它车长对于再长一点点 对 再长一点点 4米9多 也是5米内 但是足够的 4960mm 对 那轴距也是2米9多 所以其实是足够的 那我们看一下空间 就是一样 我们刚刚说的 终于有做过X5的后座 这个我再重复一次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就是它的引面其实微微朝上 然后这个椅背有一点内凹 所以你在做后座的时候 它有一点往后仰 所以我讲 就是运动性车型在加速的时候 你人会有点往后 它这个椅面往上抬 椅背有点凹 你可以被hold住 在这个后座上面 所以你如果前面驾驶的很尽性 后座的乘客 在一个后座座椅这样设计 可以让后座的乘客 可以被hold在里面 比较有安全感 对 不至于会觉得 太过晃动 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在角度上的微微调整 会让你在整个体感上 它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性 对啊 这个就是 一人承受只要驾驶的输入掌握得好 那后座一样很开心地跟着你一起 这个享受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地方 对 那它一样有天窗 只是因为线条的关系 它不会是那么全景大面积的 对 好 那我们看到 接下来论它也是前后配 对 前后配 后面是305 好 那来到车尾的部分 M60啊 好大的字啊 对 这个是你知道 性能跟力量的象征 是 自然做得很大 那它在尾灯的灯饰上 因为大鞋背嘛 它灯饰上继续做这个所谓长条形 跟这个X5 它是所谓的箭矢型 两边不一样 它做个单边 对 但是它这个长条形 其实也是蛮 不会说都一路走贯通 它有自己的格调 所以后的很好辨识 所以你可以从尾灯 去判别 对 它当然其实你从鞋背 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台X6 然后四处尾管 它造型也不一样 对 它后面这个也是 有黑化的这个 尾管的尾管外框 加上这个双边双出 所以其实是很扎实的 这个外观表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行李箱 行李箱按理说 它的高度会稍微的 受到一点影响 是的 因为美型跟这个保感的高度 其实它会偏高 就你在搬物品的时候 这个年轻爸爸要出一点力 就可以把东西往上 那它一样 它这个饰板 也是可以延伸的 再来就是一样 它这个下面的 这个行李箱盖板 它有一个油压支撑 它有很开阔的空间 可以放行李 或者是放 我们说这个时候 可能要做隔禁 但是我觉得现在出去旅游 都是一包一包 对 我鞋子一包 外出的外套一包 大家都自己很有一些收纳的配件 是是是 那可以用这个收纳配件 放进去 然后心理箱其实不一定特别带 但是可以这样子组合 这是一个很便利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 应该它也是424 前面座也可以轻倒 所以其实使用上的便利性都足够 那只是这个大仙背 这个可容许的高度会稍微差一点 你必须摇一下变成平整的放进去 这是一个使用上的搭配 地哥如果就您个人 你也会选择比较帅的 X6吗 不是 我是老派我会选X5 你会选的X5 对这个大家选就好 我选这个大家数量选的比较少的X5 对因为你就知道说 哦我可以很帅 但是如果家里面就是 哎高个儿比较多 或者是我就是喜欢 即使有机会自己坐到后座去 更有一种宽敞的感觉 但无论怎样 就是你都可以从BMW的选项里面 去找到对应你自己需求的 是就是说就是品牌做 我做所有车服务消费者 是一份市场很重要 对你可以有你的选择 但是我们都有 对啊等一下再看到的就是 不是只有帅车哦 现在还有很多的 包括了潮流配件 各车厂也是很花心思 甚至结合目前最流行的元素 稍后一起來看 加购车攻略车有名调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皇级线LINE好友 还有汽车周边让你带回家 LINE 还有车厂车才够热血啦 电动车满满高科技才够香啦 不要吵啦 要吵就是LINE聊天市场 你要的燃油车 你要的电动车 地球皇级线LINE都有 还有车台独家 购车攻略车友名调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皇级线LINE好友 还有汽车周边让你带回家 LINE 地球皇级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体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海下游门地球皇级线邀您一起上线